在克里米亚大桥再次遭受袭击的消息震动俄罗斯之后,普京的反应不仅是震惊,更是激怒。不久后,他紧急召集一场重要会议,深沉而坚定地宣布,俄罗斯一定会做出回应,不会让这一无理行径继续下去。 在随后的三天里,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强硬且决定性的反击措施,可谓是毫不手软。第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宣布终止了黑海粮食协议。 克里米亚大桥遭到袭击的几小时后,俄罗斯政府宣布该协议将于7月18日到期,而俄罗斯决定不再续签。 此前的情况恰恰相反,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甚至曾向公众表示,他已经与普京达成了共识,该协议会被延期。 然而,克里米亚大桥遭到袭击的事件显然改变了俄罗斯的立场,使得他彻底改变了之前的承诺。 尽管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明确表示,不需签运粮协议与克里米亚大桥的事故无关,但公众无法避免地怀疑这两者之间的联系。 这样的宣布,在这个时间点,真的完全无关吗? 乌克兰是欧洲的粮仓,粮食出口是乌克兰的主要收入来源。 在联合国和土耳其的斡旋下,俄罗斯同意了乌克兰的粮食和化肥出口,并接受了联合国为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外运提供便利的提议。 然而,现在的俄罗斯决定不再遵循这个安排。 这一切的发生,显然让外界对俄罗斯的下一步动向充满了期待和疑虑。 在这次巧妙而且激烈的战略手段中,奥德萨港口成为了第二个瞄准的目标。 在连续两个充满恐怖的夜晚,俄罗斯无情地动用了无人机和强大的导弹力量,对乌克兰黑海港口发动了猛烈的空袭。 奥德萨市长特鲁哈诺夫震惊地宣布,这场突袭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,俄罗斯军队对奥德萨城市实施的最大规模攻击。 他在社交媒体上流露出无尽的惶恐与哀痛,这是最为恐怖的一个夜晚,我们无法回忆起自全面入侵以来,有过这样规模的袭击。 那么,为何奥德萨成为了袭击目标? 俄罗斯的解释是,他们的目标是乌克兰的重要军事基础设施,包括空军基地,弹药库等重要设施。 他们声称,在这场大规模的空袭中,所有目标都被精确击中。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更是毫不避讳地明确表示,这次空袭奥德萨的行动,实际上是对乌克兰炸毁克里尼亚大桥的报复行动。 此次战果无疑是惨烈至极。 乌克兰南方作战司令部的报告详细描绘了此次袭击的破坏性。 据他们表示,奥德萨州港口的粮油码头、储罐以及装货设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。 另外,奥德萨地区一座重要的工业设施和两座仓库也受到了攻击。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愤怒地谴责了此次袭击。 他痛诉,这次俄罗斯的空袭其实是蓄意针对乌克兰的粮食交易基础设施。 每一枚俄罗斯的导弹,他如此说道,不仅仅是对乌克兰的打击,更是对全世界所有希望过上正常和安全生活的人们的攻击。 在全球紧张的大气局中,黑海地区的局势却再次升温。 俄罗斯展现了其无情的决心,对所有途径黑海前往乌克兰港口的船只放下了军事打击的警告。 从7月20日开始,这些看似平常的船只可能被视作是秘密运输军事货物的工具,从而成为俄罗斯军事打击的目标。 这一决定,毫无疑问,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气氛。 这项声明,出自俄罗斯国防部,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。 由于黑海粮食外运协议的终止,俄罗斯已经取消了对这些船只的海上安全保证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,这些船只所在的国家,可能被视为支持乌克兰政府,从而被卷入到这场日益复杂的乌克兰冲突中。 俄罗斯国防部进一步明确了他们的立场,宣布黑海的部分国际水域已成为临时航行危险区。 俄罗斯似乎采取了一个决断性的立场,冷淡地挑战这些船只是否敢于继续在这个紧张的局势下前行。 然而,乌克兰也并没有表现出怯懦。 在对克里米亚大桥的袭击之后,乌克兰军方再次发起了对克里米亚一处俄军基地的空袭,引发了弹药库的大火。 据媒体报道,此次事件导致了大约2000人的疏散,一条主要的高速公路被迫关闭。 这件事已经迅速报告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,这些紧张的事件都预示着一个危险的可能性,那就是黑海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全球冲突的热点。 这场复杂的对峙与冲突,无疑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平构成了严重的挑战,让我们以一种更深入且细致的方式来审视这个问题。 首先,我们可以观察到,俄罗斯在处理这个局面时充满了愤怒和决心。 这种情绪不仅需要一个出口,还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,而在这个过程中,奥德萨成为了这种情绪的主要受害者。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,俄罗斯军队对奥德萨的持续攻击是对这座乌克兰要塞的最大伤害,而这也是俄罗斯向世界展示其愤怒的最直接方式。 其次,我们可以看出,俄罗斯在努力以各种方式施加压力,以达成其战略目标。 这并不仅仅是一场游戏,而是一场真正的博弈。 普京通过空袭奥德萨和停止黑海粮食协议的实施,一方面是为了对克里米亚大桥遭受攻击的报复,并平息国内的愤怒情绪。 另一方面,他也试图对西方和乌克兰施加压力,提醒他们他手上还握有重要的筹码。 当普京在空袭奥德萨后公开表明,他选择暂停执行黑海协议,正是因为西方的傲慢和无礼。 自协议达成以来,只有乌克兰的粮食得以出口,而俄罗斯却一直处于无法出口的状态。 尽管如此,俄罗斯还是持续延长了协议的实施,这无疑展示了他们的耐心和宽容。 现在俄罗斯想看下去,他们需要看到西方的实质性行动,比如为俄罗斯粮食的出口提供便利,并将俄罗斯的相关银行接入Swift国际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的支付系统中。 第三点,接下来的三个月至关重要。 你可能会问,为什么是三个月的期限呢? 这个问题,俄罗斯外交部的发言人扎哈罗瓦已经回答得很明确了,联合国有三个月的时间来履行与俄罗斯达成的粮食和化肥运输协议。 如果这三个月有任何进展,俄罗斯就可能会重新回到协议中,如果没有进展,那么一切都可能会宣告结束。 现在,责任的球又被踢回了联合国和西方的场内。 你们所说的金融制裁,我会让你们自己来承担后果。 至于克里尼亚大桥被炸,俄罗斯虽然愤怒,但也无奈,因为真的很难防住乌克兰军队的所有攻击,但强烈的报复肯定会持续下去。 普京已经决定不去南非,他绝对不会就此罢休。 如果这三个月没有好的结果,那么新的噩梦就会开始。 当然,乌克兰也不是好惹的。 报复后,他们肯定会强烈反击,甚至可能第三次攻击克里尼亚大桥。 这种相互报复的局面究竟何时会结束,这就是俄乌之间残酷的现实。 他们曾是兄弟之国,现在却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。 即使战火停止,数十年内,这种敌对关系不要指望能得到改善。 这样的结果,令人痛心,令人叹息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